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首先介绍Normal 是一个Normal Description 常态分布 但是第一个是Mu 第2个是Sigma 的这种Normal Description 这种Normal Description 我们有一个特殊名称它也有特殊的胡号 我们称为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 为什么它很重要呢? 一般大概就是我们一般的Common Sense 就是学生只要大概修过一些Elementary 这种Statistics 那我们都有一个认知啦 那就是那个无所不见 我们认为说今天你随便看到一个所谓的那个随机变数 它可能就是胡从所谓的那个Bell 型的这种分布模式 那Bell 就是中型的变化模式 那么通常讲中型的Distribution 通常意味的只是它是 虽然明讲啦 但是我们通常证明它是个Normal Description 所以Normal Description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 或是迄今这个学生的认知里头 就是可能我们日常生活看到的这些随机变数可能都是胡从 所谓常态分布 就是Normal Description Normal Description它的分布的这些 其实它这个PDF方面 就是呈现中型的造型 那这是我们一般的认知的 不管说你假设是不是合理 所以是一个Bell Shape的这种PDF的Curve 那它在很多场合都被认为说它是胡从这样的分布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假设 就是我不管这个乱数的源头是什么 那只要它是一个乱数的 它这个Sing是Random的 那我们就假设它的这些数值呢 它是胡从所谓的那个常态分布 像一个班级的考试分布啦 我们总共认为它应该是Normalize啦 那假如说分数偏低呢 都没有在那个及格的边缘 那老师可能在做Normalization 大家会听到这些术语 那理论上就是Normalization 其实在我们real world的这些experience 其实是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就先介绍这个Standard的一个 Normal Description的这个参数 那我们先仔细看一下它的definition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definition 它有特殊的符号 就像如果说我们是unifor Numinal分布 而且它的下限是0跟1之间 那我们用一个符号u代表它 对不对 其他的我们都称为那个X 那这个Standard的Normal 那这个RandomValue呢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符号 用Z 特殊的符号u代表它 所以 the continuousRandomValue Z呢 is said to beNormal01 Normal01 就是这个μ 那个是min 是能以0 那sigma 是1 if and only the sets of all possible values 而样 它的那个定义域是 它的那个range的换围 其实是互无穷到大 无穷到 所以所有的时数 都是可能它的那个成员 那the PDF function呢 告诉你 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先介绍PDF 先给你PDF 好 那这PDF 就是个中型 它其实是个高线 function 它是1 over 2pi 指数 平方 平方 我们知道指数分布 它通常是这样的形态 对不对 那x等 那个 z等于0 现在是z z等于0的时候是1.0 那户的 而且平方 户的平方 所以永远是在这个范围之下 所以它的上限永远是1 最高 这边上限是1 然后这边有一个ratious 1 over 2pi 所以它不会超过1 那一定会在什么 在z等于0的时候 z等于0的时候对称 所以它的shape 就会形成 那个这个PDF方式 形成一个中型出来 好 那这个是 那个 Standard NormalDivision 它的PDF function 好 那z呢 是它的变数名称 变数符号 所以z呢 它是standardized Standardized and mean 我们看一下推导 所以mean follow前面都通用 前面共同用 你的变数 乘以你的那个PDF function 几分 从你的下限到上限 好 基本就是我们带进来 就是z Exponation 好 那透过这个Exponation 韩式的微积分 知道 这个是 这是积分嘛 所以我们它积分的这些韩式 在这个地方 微分之后得到这个term 那就是金符 积分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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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 但是上面浮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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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们假设用一个胡话代表它 就是等于是用透过圈入来做运算 假设是等于t z² of 2等于t 那z²就等于2t z²等于2t 所以将来z²这个t是等于t 那z²是等于2t 那dz呢 dz针对左边右边围围 dz就是2z 2z dz 2z dz 2dt 所以dz能以dt over z 所以dz能以dz over z 好那我们就置换一下 dz能以dt over z z在这个地方 z跟z约掉剩下一个z 那这个频道在这个地方 那z呢 就是能开根到2t 所以根号t的2分之1次方 exponent在这个地方 好那再进一步 这个变成t的 把根号2拉出来 所以t的2分之1次方 那这里头就很有趣了 如果说去看数学 有一个著名叫gamma function gamma function gamma function里面呢 它就是一个符合 就一个基本从零基到无穷大 就是痊愈的 然后呢 t的假如说这是k-1 那exponent的负t次方 那你就得到一个gamma function k 这k就是指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整理成这个式子之后 变成是这样 变成是2分之3减1 exponent t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用 那个gamma function 就求算出来 那gamma function 投资算出来之后 你去查一下这个微积军相关书 那告诉你的指示 根号 开根号 就叫pi over 2 那根号跑会的结果 约起来就刚好等1 所以 事情的 deviation呢 其实等1 variance等1 也是1的平方 那这边就要注意 也就是说 这个那个 虽然pdf function cross-prone equation 但是呢 在求算它的sigma是后 我们会用到一个gamma function 那相对的 它的那个 cumulative的这种 district function 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 所以原则上你的pdf function在这一样 那min等于0在这一样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这个蓝色是这个是μ加上一个sigma 这是μ扣掉一个sigma 那因为sigma等于1 所以大概这样子 那红色是那积分线过来 那这边其实还有一个 这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型 这个中型 如果说你去追通它的微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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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这个值的时候是最大值 微分最大的值 那之后就开始返去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在这个 mu-sigma mu加sigma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反折点 这个pdf function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 反折 在那个地方 这是先给大家提醒 那我们接着来推导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cumulative 这种distribution function 那by default我们现在是符号是z 我们现在用 z变数z代表这个standard的那个normal description 所以它的cdf function其实依照它的公 它的那个定义 就是你的随机变数值 小语等于z的 是从roband开始 一直过来 它的几率值 其实就等于这个 cumulative 你的distribution function的值 那公司外则就从 下限 负重到g 一直积分到z 你的pdf function的积分 就是 你的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好 那公司在这个地方 DT 一直积到z 那这里头这个function呢 我们也有一个特殊符号 用phi z代表它 z是你的值 所以它 这个是一个integration的一个值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再把ft带进来 所以真正的公式在这个地方 那过往一些统计书你大概会看得到 就是为了让大家 方便计算这个值 因为这个值计算是要透过一些里面的方式计算 meag close point equation 那计算的情况下 通常在统计书里有就有这个phi function的这个查表 你可以很快的 当看你的机子是 那special多了 它就会查到它的数值 那它说 它的数值呢 就可以那个透过表会查出来 所以记得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叫 phi z 它其实就是fog 就是cumulative decision function 但是呢 在统计上头 它有特殊的符号 转给它用 所以这个phi z呢 can I be evaluated in close form 就是它没有办法 什么给它z 它就取不算出来 它透过一些里面的计算程式过来 所以written as a function or an incomplete incomplete的一个gamma function gma 这个gamma function我们前面看到的是gamma function对不对 gamma是从基本的是从那个 0机动到无穷大 OK 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基本是从负无穷大开始h到中间z 所以我们会引入到一些gamma function但是它是incomplete 所以一样你看一些相关统计或是一些那个微积分的书决 你会看到它 完整的定义 那我们用的符号是一个p 那它带了两个参数lx 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在教科书里头其实在appendedd 这边也有它的内容 那可能你现在网路上看到的定制版有没有appended的部分 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 可能老是在给大家这份的资料 不过again我就必须要从hardcover去scan过来才有 好但是你统计上的书或是网路上你绝对可以查到 incomplete的gamma function的这个 那个 公式 那一般而言你要求算它通常还要经由lumenic的这种方式 来运算它 那可能你会找到一些algorithm来识做这个incomplete gamma function的求解 都可以 好那 所以 eventure的这个cumulated division function 算出来的结果 5oz 会得到这样 1加上 incomplete gamma function 这两个参数 2分之1 因为它是0.5 那这个是 把z平方over0.5 作为它第2参数 会得到一个数值 那数值加1 除以2 得到它的数值出来 所以没有一个close form equation 没有 所以相对的 记得嘛 如果说你还有印象 在那个第6章我们讲离散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那个cumulative decision function 是个close form的 那 很容易找到它的 缓含式嘛 inverse 那inverse 有的时候 就很容易可以践踏它的所谓乱数产生器 阿古伦就很好写 但是拍摄 这个normal decision 其实是 它的cfd 是一个 不是一个close form equation 所以要产生一个所谓 因为符从normal decision 这个乱数的 algorithm somehow呢 有一点复杂 然后我们后会再提到它 那相对的 因为它是一个 类似一个 距离概念对称的 所以eventure 到最后这个方向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对称的 在0的地方对称 所以z值在这个地方 那负积呢 负积怎么在 负积 你就 那个负积的值 对不起 z值在这个地方 z值在这个地方 它就从这边积分过来 y值是 这个pdf 这是pdf z值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要找负积呢 其实是e 其实因为对称 主要对称 所以你要找这部分 你要找这部分 是 面积是e 扣掉 ify 잘 就得到 这个 这边的 面积的值 这个就是 by sotto wäre 在统计上的书 大概你会看到在appending上 大概会有一个表 给大家 的比较好差表 可以算出 这个 等于是 面积值 要做一些 顾外的应用 好 我们再回到前面提到的 Eичpective Value 很容易去 因为随机变数 随机变数的时候 我们就要透过expetitive value 可以推导一些公式出来 协助我们做一些pdf或cdf的推导 同样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expetitive value 这种delivation的技术 所以expetitive value notation 可以apply equally where in both discrete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我们前面已经在第六章谈过 这一章前面也稍微谈到一些应用 等下再回顾一下 suppose that x 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discreet或continuous 在上面 with mean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x这个随机变数 它的mean standard deviation sigma也知道 那接着呢 如果说另外一个随机变数 in terms of x 假设是这样 linear for constant a 跟 b 是常数 define the new random variable x point 所以x point 等于ax plus b 那它的mean 假设它是μ' 假设它的新的 standard deviation 是sigma'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所谓expeditive value 就是derivation的技术 可以推算出来 所以m'到底等于多少 我们就公式写出来 expeditive value 这个新的变数 x' 这个可以in terms 已经知道了 这个变数 就ax加b 那因为常数 可以抽出来 所以我等于a的expeditive value ox 那这个是常数 常数 常数expeditive value 的一个常数 那当然就是个常数 所以这不是0 不是拉掉 记得 好那这个expeditive value 我们知道它就是me 原来的me 就是a mu plus b 好 mu'叫线性关机 系数在这个地方 系数就乘以 你的那个系数乘以你的那个me 然后呢 后面的subtration的地方是加上b 你的那个 等于是你有移动的 本来的mu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你像mu'呢 是a倍的移动 scale 这个有点是scale 那这个有点是offset 所以这是有点offset 那这是scale a是scale 理智商概念 好那 再来时间deviation 的平方 就是variance variance等于expeditive value 对不对 这个variance减掉那个mu' 所以自己 减'的平方 对不对 那把x'带进来 a'是ax 那个 -b 加b 对不对 x加b 对不对 x加b 然后mu'呢 mu'呢 mu'这个地方 已经算出来 amu amu 这个是 减掉amu 加b 对不对 那剩下abu 这个v跟这v减掉 所以v不见了 只剩下这两个 这两个平方 好啦 那这两个平方呢 那 a平方抽离出来 对不对 a平方抽离出来 这个后面是一个 这个 a抽离出来 a到这边a平方抽离出来 所以等于a平方 一 x-mu 刮了平方 那这个是什么呢 expective value 是原来的 sigma平方 所以你现在的 mu' 你看 sigma' sigma' 就等于a倍的sigma Valience 就是平方起来 好 那有这种 expective value division的技术 我们就可以直接 进入真正一般的 normal description 一般normal description 就是min的 不是等于0的 那个standard deviation 这个不等于0 不等于1的 那我们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 就是0跟1 那我们现在不是 就是general 是mu 一个sigma 那么假设参数使用者设定 就是一个mu 一个sigma 好 好 所以这边正式定在这个地方 the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呢 x x 是normal 第一个参数 mu 第一个参数sigma if and only if x 你记得可以in terms in terms 前面的那个 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 z 那倍数是什么 倍数就是sigma倍 加上一个sigma 不是1了 本来是1 那现在可能是3.15 就是变成sigma 就是倍数是1 那加上 offset 偏移 你的min移动到mu 这边过来 所以记得sigma 一定要大于0 那这个random variable z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特定给这个normal light 01用的 那the mean 跟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 explicit的这种parameter 那刚好哦 你今天呢 这个要建这个 要定义这样一个 所谓的随机变数 你要给他两个参数 那你的mu 实际上就将来 产生的这种 随机变数 它的min 它的min 所以你给它参数就是 给它min 给它你预期要的 这种所谓的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 就是 等同于它的explicit 这两个parameters ok 那所以我们要construct 这一个no的原因是construct from一个 那个 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 的random variable by shifting 这个mean 从0 本来是0 本来是0 移动到mu 所以这个是shifting 这是shifting 然后 the addition ofmu 就加起来 这个东西 然后scaling the standard deviation 本来是1 那现在真的是 standard deviation 变成sigma 变成sigma we are the multiplication by sigma ok 所以 我们有一个normalized normal description 的时候就很容易定义 这个一般的normal description mu跟sigma 好 那接着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这几个相对的pdf cdf 好 那我们来推导它的cdf of normal 变数这样 那一样哦 回过头来 从最基本的公式 cdf function 它其实就是一个probability概念 probability 所有的随机变数 小语给定的这个值 就从下线一直 一直到这个x 这边的随机变数 它的probability 出现了probability 对不对 就是所谓accumulation function的值 好 一样哦 所以我们同样 这个公式来讲probability 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x是sigma 乘以x加上mu 对不对 那一样我们现在随机变数是x 所以整理一下 把z整理过来 所以变成x-mu 那你看 前面看到吗 probability of z 小语等于小写的z的时候 它就是phi z 那我们现在不是一般的z 是一个特定的值 x over mu 所以 它这个function f o x 就是用 沿用standardized 这一个那个phi function phi function 是从standard normal division 推算出来一个function 它其实是它的那个 它等于它的fg 但是呢 我们刚才介绍过嘛 这统计数里头 这个方向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列表出来 那现在就来了 这个 再也不是一般的z 这个z 这个z呢 其实是要 不是原来的 原来的z 原来z在这边 是要shift掉 一个mu的 另外的平乙式 那scale 所以你看到 这个就要减回去mu 然后 除以那个sigma 也就是扣回原来的 有点是返回到 map回到原来 那个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那个phi function 一样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normal的这些东西 是沿用 这个 这个那个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是沿用那个phi function 一样 phi function值 只是scale 稍微变动 shift一下变动一下 所以这方形值 它是跟那方形值 是长相一样 只是scale 跟那个shift 这个中间shift 不太不一样而已 好 所以这个spatial function finite is the cdf function always 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的这些随机变数 because the pdf always normalized random value is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既然 我们既然 推出这个normal 先从cdf下手 对不对 再来我们把它 这个那个 五一分之后 我们尝试想找这个fox function 那我们先针对这个交往 五一分看看 等一下 那这个方式我们知道 是从那个推导过来嘛 那微分的结果 这你去看 原来是积分嘛 那我们现在 取微分的结果 就是原来积分里头 这个term 这个term本来就是标准的 那个pdf function of z 对不对 pdf functionof z 就是1 over 2 平方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自然而然 f0 function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针对我们normal decision 那我们现在当然 不是针对一半的意思 是针对这个家伙来 来微分 那分的结果自然而然 别忘了 这边 有一个sigma在下面 sigma乘以3 2 那这个当然是本来的z z的值 对不对 那现在完全internal x-mu 那这个 这边有平方 sigma先有平方 搬到下面 搬到下面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哦 间接的 我们这个normal decision 间接的透过standard 那个normal description的 wide function 跟它的那个density 它的那个density function 我们找到 我们normal decision的这个density function 所以它会internal mu internal sigma 然后它的那个 cumulative density function 会有mu 有sigma 在这个地方 ok 那这个是normal division 相关的这些趋势 那如果说 我们把它display出来 你会看到 这个 这个状况 所以 同样的 类似哦 现在是mi 在这个地方2 那 上限值大概接近0.4 因为这是1 over 2pi 那因为sigma 现在是等于1.0 sigma standard dependence 是等于1.0 所以感觉这个高度 跟normal decision很像 因为sigma是一样 这边是sigma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 我们改变一下参数 看 那我们就看一个 normal decision 我们其实可以先看一下 standard normal standard normal 你看就是标准 大概接近0.4 大概399 快接近0.4 那 standard division 1在这个地方 所以 你会看到 这是它的min 那蓝色 是一个 min加上sigma min 一个sigma 的值 在这个地方 那 因为它没有办法参数变更 那我们看一下 一般的normal decision 那这个normal decision 是min1到2 2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 你看standard division 是两倍的 所以 所以 分母 你会看到分母比较低 所以它的值 就不会到达0.4 稍微降低 如果说standard division 更大 更平凡 那standard division 小于0.5 那更陡 所以这数值 0.8 这数值 会不会超过1 当然会超过1 如果说我们去 让它小一点 比如说0.2 那这样子 会超过1 所以 不要把它误以为 是probability no 这个pdf function 你给定一个exit值 得到它的f of exit值 不是probability 记得 真的probability 这个exit值的probability 是等于0 它只是一个pdf function 的值而已 ok 那我们如果说 再改回原来的2 可能就比较偏缓一点 好 那这是normal decision 的这些pdf 跟cdf 同样的 那我们要推它的mul 跟sigma 因为我们知道了 当然知道就是 这个normal的这个min 当然就是 当初给定的参数mul 这个normal的signal deviation 就是当初给定的signal deviation sigma 这参数 那在那个 所谓典型的 或者是那个 古典的这种statistic 里面 我们讲的是一般的autovation 就观察一个乱数 一个随机变数的词 assume to be drawn from population having a normal description 这个我们一般在统计 为什么讲说 只要说没有太 太奇异的这种特性的话 你一个随机变数 通常这个观察之后呢 去给它分析 它可能都是 胡从所谓normal description 那意思说 你会算 当然这个signal deviation 跟min都可以算 只是shape 是不是呈现 呈现中型 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 从某一个乱数来源 click到一大堆乱数 你当然绝对可以找到一个min 你在速度上绝对可以找到一个min 也可以找到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对不对 那只是这个造型 是不是min可能 机率 机率比较高嘛 但是可能是右偏啊 可能是右偏啊 可能是左偏啊 那也很可能就是真的 假如nobotovation 就是真的是 只是左右均匀对称的 不过在古典的 这些统计书里头 原来我们就是这样找嘛 我们就假设说它是一个均匀分布的 那事实上是否均匀分布 你就要做historium 我们前面介绍的 比如说historium 待会把它分析出来 观察它的造型 可能搞不好它是偏左偏右 那就不是normal decision 但是呢 我们一般会假设它是一个signetric 那只是说当你不做细节分析的时候 你会假设它的normal decision 那主要purpose是 Allow for the conclusion to be drawn concerning the mu跟sigma 那mu跟sigma 其实都可以算出来 只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逐从normal decision 通常在conclusion的时候 我们是假设它 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推理 那事实上在central elimination theory 其实有谈过嘛 就是ROP里的这种所谓 那个central elimination theory 告诉你说 一大堆的这些clature 这个随机变数 然后取sample public range是在那个地方 那你今天如果说是你的那个sample size 这个选定之后去做sample 那sample的命呢 如果说这个次数够大 这个那个数量够大 当这个sample的数量够大的时候 那sample的命其实是可以 exactly等于那个所谓publication的命 那同样概念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中分布来看 所以limiting the description or normalize的一个sam or the 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random variable tend to be normal description 意思是说 你今天有些乱数 找两个相加除以2 得到一个mean 对不对 那这叫normalize sum 已经你的sum加动起来 就有normalize 要把它两个来加起来 就是把它除以2嘛 然后你假如说下次是取三个人 也就是你在做sample 取三个人 再除以3 得到一个所谓那个normalize sum 那这个东西当你的这个数量 当你的这个number是 approach to infinity的时候 as the number of random variables in the sun goes to infinity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服从 所谓的central limit theory 那其实就是你sample的命 数量够大 其实是可以把它看成是publication的命 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有关normalization 还有哪些fact 一些事实 normal mu sigma random variable is also called a gaussian random variable 这只是从韩式 它的那个 这些dimension来看 因为它用了其实一个 高新方线 那我们其实在那个 soul community的时候 谈过 这个gaussian 是一个贝尔造型 它的参数就两个 一个是那个 min 一个是standard deviation 那事实上它还有一个路 follow一个叫689599.73的一个路 那这个到底什么东西呢 那事实上 the area 面积 从这个no-digit面积来看 min在这个地方 那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两个standard deviation 三个standard deviation 这是min加 那我们看一下 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从min开始 observe一个 这边的面积 另外一个是 这边的面积 只能是这些东西 那面积呢 占了百分比 也就是在基率的1.0 或是100的状况之下 它占了是68% 这个地方 no-digit面 这边68% 那外面呢 两个sigma 已经占掉95% 然后三个码上去 已经是99.73路了 所以有关这些sigma的这些 所谓的那个 品质的这些管理上头 要看什么 六sigma 这些分析 大概都是直具这种理论下来的 好 所以这边有一个路 689599.73的路 indicates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pdf within 1,2,3,standard deviation or the mean appropriometry 0.68 0.95 0.9973 sigma 所以它的这种特性在 那再来 刚才前面稍微提告 在pdf里面有一个inflation payment 有一个反折点 在sigma 加紧 这个one point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你去看pdf function 这个你其实可以证明 你可以用一个公式 微分之后 也就是说 把这个pdf 再做一步微分 微分之后 你会找极值 在这个mu-sigma mu-sigma 有两个地方 会有一个极值在 也就是说 将来你真的把它做微分 假设说 你去把它取微分 那你会看到这个 学率慢慢的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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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到这个学率最高 那再来就降跌下去 也就是说 你画出来的图 大概会是这样 那这边就降了 那到这个地方等于0 对不对 微分的结果等于0 那再来就继续降下去 那又降到地方 有一个反曲点 这边上来 大概会这样 你画出来了 微分的区间大概这样 所以在这个点有极值 在这个点有极值 那这个点的位置就是 mu-sigma mu-sigma 会有它的极点 也就是在这个pdf function里头 在这两个点上是有缓曲点 它是一个缓曲点 它是一个inflation point 然后再来 如果说 因为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 常常假设它是这个分布 可是它是 non-appropriate for modeling certain aspects or discrete event 的一个simulation model 我们在 discrete event simulation model里面 对不对 很多东西要 要 要 产生这个随机变数 譬如说 inter arrival time inter arrival time 对不对 或者是服务时间 都需要时速的 可是你如果说 拿normal decision 来产生一个所谓间隔时间 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的职域范围是 富无穷大到无穷大 所以钥匙不死 不管机率怎么样 总有可能产生 父子的机会 那这父子的机会 你不能当成间隔时间 因为间隔时间 因为间隔时间 一定是大一灯一顶 虎时间也是大一灯一顶 好 所以time between arrival 或是service time in the queue 这个没办法用 所谓normal decision 因为它必须要大一灯一顶 定义或是它的range 一定从零开始起跳 那must be manipulated to produce only positive value 主要问题是这样 那当然还是可以用 你就闯K掉 我们有闯K的技术 就是说 你normal decision 没错啊 它产生的速度 如果销一灯一灯 那pinsor我们就把它放弃掉 也就是说 你可以normal decision 下来之后 你就要设定它的upper bound 跟low bound 或是说 upper bound不设 但是low bound一定要大 一定要等一点 low bound这个要大于等一点 那这样OK 我们还是可以用normal decision 来 让它来model interrupt time 或是说service time 好 那也因为这个因素 所以相对呢 希望说有中型的这种分布 对不对 那一个 一个distribution 叫log normal 的一个random value 就是这样定义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是从那个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衍生出来的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definition the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呢 x 是一个 x是一个log normal 所以log normal有两个数值 就比较好 就比较活络哦 它的那个数值 其实ab 跟前面的normal 的那个 mu跟sigma 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这样联想 mu等同也是它的东西 好 那if and only if 好 x是internal z一样哦 这个所谓的log normal 是internal standard normal 好 那我们讲过 在那个normal distribution里面 sigma 其实它是这样 它是sigma z对不对 加上mu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哦 这个是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两个参数符号 那mu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是ab 我们现在是ab 所以a呢 是乘以什么 a其实是它的min 好 相较 相较一下normal 那这个b呢 是sigma 的上面 现在是用ab的符号 所以b呢 是乘以Z 这样过来 那这边是 是称了exponation 所以这个值 可能从 富无穷大 到无穷大 对不对 我们知道嘛 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就是 有点像normal distribution的方式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值 这个值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值 但是我现在的变数 其实是加上exponation下去 那exponation下去 都要什么字值 富无穷大 到无穷大 exponation 指数 指数高起来就是这样啊 是不是 0的时候是1 所以这些值 这些值 经由exponation下去的值 是不是从0开始起大 到无穷大 OK 所以这个lobnomal 就可以让你用 你可以用它去产生 所谓interruptide 或是产生浮物时间 你给定ab代表什么意思 ab就有点 因为它还是要 服从normal 那个bale shape 有一个min 这个其实 A呢其实隐移约是一个min B呢 隐移约是standard deviation 但是不是exact 不是真的这个lobnomal的 这个min跟z 那只是一个参数 所以我们没有用 new 没有sigma符号下去 所以这符号应用 其实有它的实际上的 数值的意义 好 will的random variable z呢 这个z呢 一样 就是我们前面的normal 标准的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但是这边的参数 也就有要求 因为b呢是有点扮演 那个standard deviation 假设你的b要大一个问题 你不能 不能是那个negative 或是0的数值 那a呢不要紧 有点像是那个min的shift 可以负可以正 都无所谓 好 所以lobnomal用两个参数ab is also based on transforming 一个所谓normal 这种centred normal distribution 过来 没错 那它的那个存存formation 是不是ax加b 不是啊 加上exponential 在那边 所以它是一个non-linear 一个存存存formation 那more difficult to analyze 没错 就是将来这个pdf系列 也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将来要产生一个lobnomal 也不是 通常大会进阶 产生它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你要分析 它的那个pdf function 那个cdf function 大概就是没有可说 你可以选 所以lobnomal呢 是inheritance is positive 没问题 它得到值都是一个positive should to model naturally positive quantity 也就是说好 转了提示 normal有这种限制 因为它可能负的值 那你必须要传K 要不然就直接用lobnomal lobnomal 将来出来的这些数值的范围 一定是大正值 所以没问题 好 那我们就开始推导看看lobnomal 它的pdf cdf 还是找这样子 那一样我们透过probability 这些公式的division 来推导看看 所以FOX 没错 依照正式的公式 就是随机变数值 小语等于x 它这些的probability的值 好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数值带进来 我们现在变成 internal x 这个x是internal z 所以a加bz过来 好 搬动一下 移动一下 ab 那这里头exponential 因为有exponential 所以两边取lob 取lob 下来 那lob之后再移过来 a移过来 a移过来 那b除下去 a移过来b 变负的 除过来b 变成这样对不对 好 所以z消了这个值 你还记得吗 记得吗 等于是phi z消了某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就是 那个phi的值 phi的值 那这个值 怎么就放进来这个地方 你看 跟那个normal division 又引用了这个phi function 这个accumulated division function 又用到这个 standard normal division 的phi function 那是lnx-a 除以b 好 所以这个special function 一样 再交代一下 这是CDF or normalize standard normal random variable 好 那接着呢 我们一样 往前面那个normal division 我们要推导它的 那个pdf function 所以微分 我们真的要微分 透过一些 微分这个 这个程序呢 你会得到的这样子 1 over b 有点像standard division 但是这边 有exponential function 在里面 所以有一个x在这个地方 这是对数的x 那减掉a过来 好 那这个麻烦自己 有空自己去那个 推导一下 在这位置 ok 那一样 我们要算一下它的min 所以我们讲说 min 是不是等于a 这个是不是等于b 不是 所以我们推导它的min 跟standard division 呢 好 那我们可以推出 最后一样 这个透过zaa公司的推导 这个 应该叫做是怎么 当成exercise 那你其实可以自己carry 那只是过程里面 可能要稍微花一点effort 所以 mu呢 是等于exponential a a加上b平方 那sigma 这个tun在这个地方 乘一个 可以跟它的exponential function of这个b平方-1 那细节呢 麻烦大家去验证 那同样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a 所以a有点像什么东西 我们前过 谈过有点像是它的那个 再看前面 这个a有点像它的min 然后呢 b有点像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a b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头呢 等于是 它的术语呢 一个叫做deviation parameter 一个叫offset offset 就是有点像是min 那deviation的parameter 就是sigma 这些概念 10 那offset的parameter 等于0 看不出谁来 这个min大概在这个地方 好吧 这是物理意义上 比较难去确定 所以pd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很快看一下 lognormal lognormal 是因为有对数之后 就放上去 那 divation是1 这offset等于0 好 就是目前这个字 那如果说offset等于1呢 好吧 看不出它的变化 但是注意到 这个3都是还没有完全 所以它的那个 Variable的range 放完下 下线是从0开始 都是正数 因为取log之后呢 原本上它的那个 那倒不是取log 因为它是取exponation 真正只是取exponation exponation之后 就是完全是正值 这个得到只是一个正值 好 那这是lognormal 东西 现在我们看下一个 也是叫ern的一个random variable 那ern 我们前面几个 normal lognormal呢 x1 x2 一直总共n个 因为参数 参数用在这个边 那b到底用在哪里呢 well x1 到xn 是一个iid的sequence or explanation 分布 exponation分布 这个b b呢其实就是mul 就是它的average 对不对 好 它的min 好random variable ok 所以你会看到ern呢 其实 从practical角度来看 它是in turn 说 这一个所谓exponation分布 n次 好 那直接与这样的观念下来 我们的pdf function ok 给定是这样 again 这个统计数量大概都会有 那细节的推导 我们就 不再花时间下去 因为次数有关 所以跟那个这些 所谓combination的算法有关 所以 共识改定在这边pdf function 在这地方 它有个指数 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你会看到它也是一样有bound的 那 cumulated distribution function 是这个function积分过来 然后呢 它的 它的数值 因为等一下 它的range范围 我真的没有写 range范围 产生那个ern 产生的范围是从0开始起跳 x大于0 x大于0 ok x大于0 这是它的那个 变数的range范围 好 所以它cd function is complicated and it derived as gamma function again 又变成gamma function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那个cd function在这个地方 好 就没有推导 没有推导 告诉你它最后是一个in complete 的一个gamma function p 是in complete gamma function 第一个是整数的值 在这个地方 那x over b ok 所以这里头推导方式一样 你可以理会一下统计书 因为它是比较复杂的推导 好 那min跟stern deviation 一样 透过这些 那个计算 你可以得到 min的其实是n个b 那有没有surprise 因为每一个b呢 是什么 是那个一个 所谓exponation分布 那exponation分布 每一个都是v 都是b min是b 那总共执行n次 所以当然它的min呢 是在这个 这个min 乘以这个n个 那sigma square呢 其实 那个b本身是一个 你看从 这个exponation分布来看 它的stern deviation 就是一个b 那现在只是 variance平方 variance variance是n倍的 united variance stern deviation 那个exp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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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乱数的 那个stern deviation 的n倍 variance的n倍 好 然后看一下 eran的范例 eran的范例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scale 这个scale 是那个 就是每一次的 就是exponation分布的 那个min 那个b 就是现在的b的值 那b怎么缩小一点 0.1 那min的话 应该会缩小回来 因为现在 1嘛 它有两个 这个是n 两个 所以它的min是2这个地方 0.1 0.1 稍微就比较小 0.1两个 min大概是0.2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 等于是exponation 的这个min 所以我们再把它 稍微改变一下 0.5 0.5 0.5的话 两个 是min大概在1.2 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 等于是那个stint deviation 这个shape的造型 就是bale shape造型 那这个有点像是offset schedulation是offset 那这个如果说 这个是要给它一个整数 0.5 那假设说 3个 那 1.5 大概 会回到1.5的地方 所以会影响它的shape的造型 那如果说 我们再给它 5 拉更长 更长 所以这个是shape的 宽便 那如果说shape 0.2 好 这是shape 往上下 shape 有点像 算是这样吗 也不太 也不能这样讲 好 等上面 就是一个n一个b 好 好 OK 那以上我们介绍了这几个 就是 额外介绍了这个shape 我们的normal description 对不对 还有normal description 还有那个新加一个eran 那eran其实跟那个exponation相关 好 所以我们先不一虎的看一下这些 所谓随机变数 接下来我们就再回到原始的初衷 这些随机变数 我们怎么产生它 我们第1S系统里头 就要设计规划这种所谓 那个乱数的产生的这种演算法 那能够产生这种出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东西是 怎么样generate 这些所谓continus random value 那有基本的说法 那基本是跟我们第6章谈的类似 如果说你的有CD2方向是close 1 那我们可以推导它的inverse function 那过往因为是离散的 不是continuous的CD2方向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一个f super star 代表它是离散的 那接着呢我们 裁运同样概念 我们其实就是要找 如果说CD2方向有close 1 equation 我们应该是找inverse的那个 那个dition function 那有了它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 做一个乱数产生器的演算法出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探索这个硬体 好我们假设说呢 x是一个continuous random value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 已经给定这个CD2方向f and the set of possible value 这个是一个给定的随机变数x CD2知道了 那我们当然知道 因为by definition 我们知道它的范围 然后呢 这里头就definite the inverse distribution function inverse寸idf or x is the function 那这次我们用的符号就是f inverse-1 在正常的数学notation 有-1 代表缓含式 f-1 那它的反过来 它的那个 本来是这个f function的那个值域 现在就变成它的定义域 定义就是0到1 它值域就是0到1.0 现在变成它定义0到1之间 那映射回到哪边 映射回到原来的那个range 这个random value OK 就是反含式定义 所以definite for all u 现在说的u 现在只是u 是belong to 0,1 然后f 所以这个f function 这个f function 在这个地方 这个inverse distribution function 在这个地方 f-1 u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是u 那会运算的结果 所以它说这个是closing event 马上得到x出来 那x就是等于是反含式 过来之后的那个随机变成x 所以x是belong to x set It's the unique possible value for which 这个公式 f-1 x等于u 那我们如果说给定u 是不是要找x 那或者是正常的话 是给定x找u 那我们现在引用它 反含式就是 给定那个u值 要得到原来的x值 就是反含式的应用 那事实上 我们通过反含式应用 就可以设计这个乱数产生器的演算法 说算是这样 好 好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CDF跟IDF这两个差别 所以CDF是monotonically increasing 对不对 因为它从0开始累加到1.0 那所以它是一个monotonically increasing 那原则上它是一个1 to 1的 有一个corresponding value 所以 there is a 1 to 1的correspondence between possible value x 原来从它的那个range里面找到x 那CDF的value值有一个u值 介于0到1.0之间 所以1对1 这个函式是1对1 你的那个given值 跟它的value值 是1 to 1的relationship 那IDF呢 for discrete的一个random variable is a pseudo inverse 你记得吗 在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因为本身f不是continuous的 好 它可能是 那个给定一个公式上推算出来了 好 那所以呢 原则上它没有反函式 那我们用的是inverse的方式呢 我们用一个f super似来代表它 是sudo 所以我们称为sudo inverse 所以我们用f super似来代表它 idf呢 或者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somehow呢 它其实是一个true的inverse方式 所以我们用f-u 反而代表它 所以x在这个地方 f方面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从这边过来是得到f of u 所以这是f of x 等于u 那现在如果说u给定呢 反而是就透过这个 这个反而是f -1 给定一个u 那你得到的就是x值 这样过来 那 当idf的时候 是一个close form form 很漂亮 如果说这个东西 确实有一个close form equation 那easier to implement random variable generator 就是直接拿来用 就像我们以前写的uniform description 还有exponation description 因为它有一个close form的equation 它f inverse 其实是一个合法 所以我们就很难做 那这时候 我们怎么要得到一个随机变数值 那就直接给你设定一个u 那带进去 x就跑出来了 所以如果说它有close form equation 是很好 但是呢 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像前面我们稍微介绍到 有介绍到什么东西呢 像那个normal description 不好意思啊 它没有一个close form equation 二人呢 其实可以进阶 进阶可以推转出来 不过它们的这些 这个function 通常没有close form equation 那没有close form equation 怎么办呢 另外呢 我们就要挤这个公式 说出来就是要挤这个公式 没有close form equation 没有inverse close form equation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挤这个东西 我给定了u 你设法找出x出来 有点像是在挤那个方程式一样 那可其实应该没问题 以前我们在 常在找一个那个 y internal of x 那你给定yi 要找到x 那就用一些数值方法 apply就好 所以我们 会再探打一下怎么去找它 如果说你有close form的idf 很好 那if x呢是一个uniform 我们看这个example 我们现在假设它已经有 已经有那个close form的idf 那下证uniform 确实有 uniform division 我们知道它apply x 是在x-lay oply b-lay 前面刚刚谈过的 那它的值域范围是 它的那个随机变数的范围是x 那个介于ab之间 那我们要求这个解 对不对 那你既然有close form 就很好解 那么x就 由fo inforce 方式来看 那抽这个的话 你怎么找到fo x f-e function 很简单 就是法兰式的这个推导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很快看到 它就是a 加上b-a乘以u 怎么过来 这个是那个 u 等于x-a 或者b-a 对不对 本来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导过来就是 b-a乘以来 b-a乘以u 等于x-a a-a a-a x就出来 x就等于a 所以有close form equation 很漂亮 这是close form equation 好 那另外一个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unimum可以很好写 我们那时候就这样写的 乱出前线就这样写的 那假如x是exp.mu 那你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稍微辛辛苦苦推出一个 是1-exp.m-x 大一点 那一样我们要解这个function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找出来 u 等于1-e的-x over mu 对 好吧 那一样哦 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是不是变1-u 1-u 等于1-x over mu 来 那左边取low 取ln 取ln 对不对 那取ln就是变-x over mu 那这个ln 1-u 来 那x等于多少 x就等于 户的 户的那个mu 户的那个户mu ln 1-u 那这不是前面我们介绍过那个公式吗 一样 所以x呢 户u ln 1-u 这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实作 已经有实作过这个乱出产生 也就是透过这个f-info 有cosm 可以这样算出来了 好 even if x is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which possible value 呢 x 从0到v之间 好 这个其中 就假设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说 他有支援方法是上线v 下线是等于0 然后他的pdf function也告 也给你啦 f function也给你 人的cdf function 一样 cdf function就是f的积分 就积分起来 所以基本结果 你看 透过这个公式来推导 就x over b的平方 那vf function的结果 就是变两倍的那个 x over b平方 没错啊 所以透过这个东西 f推导到这个f过来 那f了之后 我们要不要找他 仿然是 仿然是一样啊 就u等于这个平方嘛 对不对 那就先什么 u就先开根 开根到u就等于x over b 好 那x就是b乘以那个 所以x就跟u 这个infoam也涨到 所以你要产生这种 分布模式的随机变数 也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这个随机变数 你给我一个f 有一个pdf function 有一个close form的cdf function 通常我们可以找到 一个close form的inverse function f inverse function 出来 那这时候要做 这种乱数产生就非常简单 就用你的idf function 直接来用就可以 好 所以结论 结论 ifx是一个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它确实有一个close form的ideable function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u 假设我们还是要用到u 假设我们有一个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u 它是uniform distributed 0到1之间 那z呢 是这个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defined by z 等于inverse function of u then z呢 and x are authentically distributed 还记得吗 这个是我们在第六章 有同样这样的theory 这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验证说 z跟x是原来的x 跟新产生的 由这种方式找到了z 这两种随机变数 它的分布模式是exacted the same 你再check一下我们第六章里头 第六章我们有证明 透过叙述性的这种推理 两个方向去推理它 都得到同样的结果 z等于z是包含属于x x是包含属于z 所以这两个其实完全相同 它的分布模式完全相同 所以这个部分的pro 我麻烦地去的第六章 好那我们回过来它的应用 它的应用 Siri说它的应用 这个应用结果 我们就是用它来产生这个algorithm if x 是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确实已经知道有idea function f inverse function then a corresponding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can be generated by 这个最简单的algorithm 你透过random的function 找到一个借于0到1.0 uniform distribution 随机的一个时数 借于0到1.0的时数 你把它带进去 f inverse function 你就return它 就是这个 从这个f分布模式的 随机变数 这是万用 所以只要说 所以等于是透过这个theory 告诉我们algorithm 这样写就可以 你就可以产生 互通这个分布模式的随机变数 if idf 就是这样的 评论 如果我们可以用它 一种 评论 评论 就是这样的 评论